为了一改医院给人冰冷的感觉 小港医院两年前就开始跟教育局合作 主动走进校园 除了让学童了解疾病的预防之外 也教导小朋友养成健康饮食的观念 而小港医院也特别将这两年来的走动式宣导成果 集结成策 发表新书 希望继续守护校园以及社区民众的健康 小港国中植地班又养月身 为小港健康学员新书发表会 揭开序幕 小港医院院长侯明峰与高雄市教育局局长 范讯律打开小港健康学员 书本里记录小港医院长期以来 主动走入校园 社区推动健康医疗的点滴成果 如今能够向外发表教育局扮演重要推手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在台湾的教育跟医疗 跟社区史上是一个创举 主要是因为小港医院在侯院长带领之下 他愿意走兴校园走到社区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医院的医师们 其实是非常忙碌的 他怎么有时间再去照顾到学校呢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能够做成 要非常感谢小港医院的团队 他们有热情 有专业 而且愿意为社区服务 小港医院表示推动小港健康学员的理念 犹如建构完美的三角关系 透过教育局整合社区医院 再继续深入影响师者亲子及医师 并借由社区组织相互合作 提升民众知的能力更能向下扎根影响学童 比如说有的学校有空手道 有其他的体操队 他们需要照顾的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派出去的医师 以及相关的人员 就会针对每一家学校的不一样 给予做支持 小孩子只要你问他 当你在小港地区 你最认识的医院是哪一间 大家一口同声 小港医院 为什么 因为他在办的相关活动中 我们看到了他带的团队 统一的制服 统一的服装 统一的服务方式 那这个服务是热忱的 关心的 孩子们会直接知道 这个团队的存在 小港医院深感专业的医疗团队 进驻校园 是国家未来小小主人工健康的第一礼路 因而与教育局打造小港健康学员计划 新书发表会上 教育局长小港医院院长 高雄地检署检察长 为新书签名 期待有更多医疗校园一同响应 破坏师生心灵 健康蓝图 港都新闻 王思武 罗绍军 采访报导 MF 感谢观看